大家好,今天介紹一下林詠彤的八子 林詠彤這個人,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你未必能說出他的名字 但是你一定會認得他,因為很多節目都有他份 可能我也少看年輕人聊天的節目 所以只會在一些劇集或中藝娛樂節目 令我印象最深,就是上個月有一個整股節目 不見到一隻狗,然後大家嚇嚇Bella 我對這個女生特別有印象 加上事實上他的樣子的確是不錯的 的確是挺漂亮的 所以會有更加深的印象 所以今天就介紹一下他 很多人的名字,因為他跟林詠彤、林欣彤都差不多 發音,經常都會搞亂 純以中文名,但英文名大家都會很認識 今年他只有29歲 原來他入了餘愛圈都差不多20年了 都入了19年 又做過亞視,又做過友善 現在在無線,三個大的電視台 基本上他都做運了 現在會有些知名度,但不能說他很出名 但他演出的機會 大家見到的機會真的不少 去到近年 才進軍樂壇 去到1920年 還獲得一些獎項 林欣彤最為人熟知 可能對他最有印象,就是他童年生活 大家都知道他比較艱辛 在一歲的時間 他媽媽曾經帶過他在街邊黑食 是由一個基層的人物 到現在都是一個廣為人熟悉的人物 其實都是一個 在香港發奮圖強的真實故事 所以其實我也挺感動 聽到上面 我們也分析了他的八字 他跟金 金金的日主 金金就喜歡兵火去煉 給火去煉 因為橫金一定要火去煉才會成為一些 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火煉才可以成氣 我們經常說 給一堆山鐵你沒有用 你一定要煉才可以做兵器 做斧頭 才有個用途 所以金金日主在忍耐力上,在十个日主来说,他可能是最能捱的日主 但是金金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一定要经过磨练,才会成大气 所以其实贝拉,他的艰辛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真的要捱出来的,不是一声可以做到天望巨星,或者做到很好的成就 另外他在蜀土里面就叮火入库 因为刚才说的,他要用叮火,叮火入库,又被五火合住 在蜀土里面的叮火,其实就真的比较难用 要等到蜀土受的营充才可以用到叮火 所以原局唯有依赖日之五的叮火为他起用 只要透到叮的大运 或者营充了蜀土的叮火,也必然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个八字其实都可以,但是美中不足就是 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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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